每年的国庆黄金周都会引爆一波消费热潮 为抓住假日商机 在下台企近期开始积极备战 他们有的抓住国庆假期婚庆消费热点 有的抓住儿童经济商机 各出奇招卯足干净拼经济 卓雅女装是厦门老牌台企 星赫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主打品牌 为迎接国庆消费市场 卓雅的各大门店近期上新了许多潮流爆款 红色的婚庆系列尤为引人注目 国庆的话会主打婚庆系列 那我们主打的话是以礼服为主 比如说像这种风格的话 它是比较精致明年风的 那你比如说像这种结完婚后期也是可以穿的 它实穿性会比较强一些 据介绍除了婚庆系列 明星同款系列近期也十分畅销 像这款它是有一个套装 那裤子我们已经都卖到断货了 那这件皮衣的话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上身效果非常好 那为了迎合这个国庆的一个假期的 一个销售的高峰期 那我们会把这些货品都补足 业者表示受疫情影响 近几年线下门店的销售业绩 主要靠老会员支撑 今年国庆他们要主动出击 计划举办快闪抽奖活动等 吸引更多新会员的加入 牛排滋滋作响 淋上特色酱汁 点火炙烤 口感鲜香嫩滑 老牌台企豪家乡 在大陆拥有20多家餐饮连锁店 厦门直营店就有10家 企业负责人表示 他们以往的客户群主要以情侣为主 现在想更多地转向家庭和小孩 这边原本就是也是复古风的风格 那因为现在比较多群体是家庭跟小朋友 然后我们会想要吸引小朋友来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选用了马卡龙的颜色 就是让他觉得来这里好像 游乐园那种感觉 然后环境比较小清新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然后桌子是可移动的 所以说如果说小朋友想要来这边 办一些生日会啊 就是朋友聚餐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办 瞄准儿童经济 企业不仅在装修风格上花心思 还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玩具 打算在国庆假期 俘获更多小朋友的心